現在目前我們基地的一半是做我們校內的同仁的停車空間 但是我們基地的前方目前是我們的八篤裡面活動中心 畫面上是基隆高中旁邊靠近八篤路的一塊大平地 大部分是停車場 而這個就是基隆高中規劃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的預定地 所以目前整個基地的一個 不管是環境或是其他的因素來講 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只要等待中央核定 我們大家就可以再做處理 那我們也謝謝我們基隆市我們的謝市長跟我們的這個議會 我們的同志委同議長 昨天也提到 不約兒童提到說 這個語權訓練中心希望能早日來促成 那目前這個訓練中心是因為 它的規模量體還蠻大的 我們剛才看了一下大概 它佔地的基地大概6700平方公尺 我們希望能夠蓋出大概有12面球場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很大的面積的 所以教育部那時候就把我們這個案子 納入到重大的公共建設的計畫 那這個計畫呢也不包含 不只包含我們這個學校的這樣的一個訓練場所 也包含了像我所知道的像自行車啦 或是滑冰啊等等的這樣的 所以目前在教育部 整個計畫呢已經送國家發展委員會去做審查 在林陽佩拿下奧運羽球冠軍二連霸的熱潮下 針對基隆高中的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計畫 基隆府會各界都相當關心 基隆市長謝國良回應媒體的詢問時 也再次表達他對這個計畫的關切與重視 國良作為基隆的大家長也藉此向中央表達 希望早日核定羽球訓練中心 能夠讓這個中心依照計畫 114年進行規劃設計 1156年進行施工 並能夠在116年底能夠順利啟用 除了提供基隆中學 及三級連貫選手訓練空間外 也能夠成為青少年潛優選手培訓交流 專屬場地 培訓控檔也可以作為國內的競賽使用 甚至假日也可開放讓市民付費的來使用 我想基隆高中羽球訓練中心的建設 因為這一次的林陽配 再度拿到金牌 而再度的露出曙光 希望中央的長官能夠響應我們 李陽教練鄭永成的一個請命 盡快的能夠核定這個羽球訓練中心 讓台灣以及基隆的這個羽球環境 都能夠更加的提升 談到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的重要性 基隆高中表示 李陽的教練特別提出一個重點 就是他觀察到我們的羽球選手 奪牌的年齡比國際上慢了3到5年 顯示青少年羽球的訓練非常重要 我們在奧運場所 我們這個金牌站 我們李陽跟王麒麟大概都28 29 他們的對手大概都23 所以如果能在青少年這個階段裡面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培訓 對於整個的孩子來發展來講 會是一件好事 當然我們 雖然我們當時是爭取在我們的這個 基隆高中 但是我們的目標 並不是以基隆高中專用的場所 我們其實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 是要協助我們整體的這個台灣的羽球發展 做一個培訓 所以像下禮拜 我們學校也會 跟這個中華語學合作 讓潛優的這個 羽球的那種國手 U15、U17 在我們學校做一個交流 那將來這個羽球訓練中心 也是在做同樣的工作 可是因為它的場地空間 更為寬大 它有12面的球場 所以這樣的一個培訓的能量來講 或是交流能量更好 那第二個呢 是基隆高中 在基隆地區 尤其是羽球來講 是一個三級的一個訓練戰 是我們的基隆訓練戰 那我們也有責任 讓這個三級的銜接 能夠做得更好 這個青少年羽球訓練中心的興建 對於基隆高中 全國的青少年 以及基隆在地的羽球運動 三級銜接 都非常的關鍵 如何早日落實 有待地方跟中央一起努力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我們會選擇的電子 以及潮流的調校 您在旁邊的場面 如果妳會選擇 有些訓練的